对于我们人类处于这么宏大的一个宇宙中 它就是产生一种敬畏感 特别是当你知道那个星空有多深 那个距离有多远 任何人他心中都会有一种 很接近于哲学的那种追问 那种敬畏 对于我们人类处于这么宏大的宇宙中 面对着这么广阔的宇宙星空 这么丰富多彩的大自然 我们不可能不对这一切暂时好奇 对这一切究竟是怎么运作的 对这一切包括我们人类是从哪来 最后到哪去 从我自己来说 我就是一个科幻迷出身的一个科幻作家 用想象力去想象未来各种不同的可能性 跨越那种以前难以想象的时间和空间 去开拓我们的生活 开拓我们的人生 我们来说《三个人之间》 好,我们来看《三个人之间》 我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 有没完没了的创意和想法出现 你可能花了大量的精力 埋头在那里努力创作了十几年 就拿出来的是一个极其平庸的东西 这是它最艰难的一点 包括科幻小说在内的所有文学作品 一部好的作品是让你说不清楚的 甚至让人很茫然 都没法用语言去表达 它传达的那种东西 而科幻小说它恰恰它的一个功能 就是通过文学的这种描述 来重新激发人们的这种好奇心 但往往是这种在我们想象中 不太可能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最后还真的就变为现实 任何一部科幻小说 它所提出的主题 它所关注的问题 它里面描述的危机 也是人类共同面对的危机 从宇宙的眼光来看 我们就是一个整体 你比如有一张很有名的照片 叫暗淡蓝点 这是美国的旅行者一号 在走过60亿公里的太空的话 回头拍摄这个地球 拍了一张地球的照片 那个地球在太空中就是一个点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很小的 在宇宙中像一个沙链一样大的东西之上 因为科幻它就是探索可能性的 没有定义 在最初的地球 我写了科幻小的写作 因为我找到一方的选择 选择逃脱的生命 然后能够出现 以想象征语 到远色的时间和空间 我永远未能够出现 未来是像一个飘味的 它准备在我们的地图 直到我们的时间 让我们开门的监督 当 sci-fi 变成真实 它失去所有的奇迹 幻想的奇迹 它会变成我们的生存 想象力 它是人类所具有的 最神奇的 最了不起的一项能力 亿万年经历过的一切 每一个国王到每一个乞丐 每个仇恨 每个爱 就在这个小点上 中国想象力 立如大地 仰望星空 我是何欢作家刘慈欣